OK,首先先是一个公告,我们上一次呢,曾经跟大家提起过关于英文课的进行,那么我们已经把那个Zoom的会议室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 所以假如你有推荐朋友去上我们英文课的话,请留意一下,我们这个新的Zoom的会议室是如下,然后同样是在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半,在太平洋的时间。 OK,好。 我们先回答一些朋友们寄来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朋友,我别的盖都知道怎么样去克服,就是淫欲盖一直是我的痛点,也许是一直都注重运动,身体机能比较旺盛吧。 这次刚好一个机会,单位外派要和家人两地分居半年之久,这个对于我还是非常开心的,终于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解脱道上好好走上一程了,也想过半年的繁星生活。 在老师的开示中曾经听到过把音乐力量转化成解脱道上筑记,比喻成体内射精。 我当时没怎么听明白。 OK,好。 我们这个议题哦,虽然在过去有讨论过几次,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能够继续问。 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的人呢,那就是你有强的理喻的意图。 然后这样的这个议题,它是值得一再的讨论,不管你是就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或者甚至是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角度,它都是值得透过复习,训习,然后成为我们正面的一部分的。 OK,好,那关于这个淫欲盖的问题哦,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 首先呢,我们要戒除任何的引头。 如果你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啊,是想说我要剥夺我某一种行动,我以后再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了。 如果这是你的主要的注意的部分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的。 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的意念是想说,我知道有另外一种舒适,有另外一种饱足感。 它是简单的多,它是单纯的多,然后它又不会制造引头,它不会让那个引头泛起来的时候,你身心都不舒服。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那个动机就是主要不是抱着说,我要剥夺我自己那个欲的乐。 你主要的动机是说,我要让我自己能去享受有一种更舒畅的感觉。 然后,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有提及到,你一开始的那个意图,如果说你在修身念主,然后你把你的注意力带到你的身体的这个触感,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你有一个意图是说,我是要进来克服我的隐喻盖的,你会发现到什么? 你会发现到,你起这个念的同时,你身体内部已经有一种紧绷,它有一种冲突感。 因为你那感觉就是,我准备要进去打架,我准备要在我的身体内部做一个佛魔教征的战场。 所以你一开始的那个心态是,我要进到我的体内去享受我的旺盛的生命力了。 而不是说,我要进到我身体里面去压制住盈盖了。 当然了,压制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它是最不得已的方法,它真的不是一个高明的方法。 那个禅修者,高明的禅修者,它不断地在做顺水推舟,四两拨千金,就地取财,类似这样的这种技巧。 也就是说它在升华它的盈盈,具体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讲详细一点,因为这个话题是很值得这样子详细的讨论的。 我们看一看哦,当我们的盈域的影头泛起来的时候,那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的。 我们因为为了要对付这样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只好可能你就透过一些放纵盈域的手段, 来解除这个浴火产生出来的不舒服感。 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浴火产生起来的不舒服感, 跟我们人生遭遇的其他的不舒服感。 你如果把这个浴火的这个不舒服感呢, 跟我们讲说发烧的时候,那个恶心想吐,有那个呕吐的欲望的这个不舒服感, 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我想应该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那个发烧想呕吐,那是一定比较不舒服的吧? 是不是,那个浴火产生出来,他可能有坐立不安,可能有这种心痒难骚, 类似像这样,这种等级的不舒服感。 好,你再把这个浴火的这个不舒服感跟这个感冒的时候头痛, 鼻塞,不能睡好觉,哪一种状况比较不舒服?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感冒的时候头痛,鼻塞,不能睡好觉, 是比较难受的,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这边要表达意思就是说, 相对于我们人生的其他苦受啊, 这个浴火产生出来的引头,让你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它实在是不算是什么。 而且, 如果你知道怎么对应它的的话, 它的这个不舒服感又更加的不是什么了, 浴火燃烧你的身体会不舒服, 它之所以变得更不舒服的原因, 是因为你允许它继续燃烧你, 然后浴火的燃烧是它越烧越烈, 那个火势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人啊, 那个浴火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要丢一些燃料, 他就是要幻想着那个场景, 他就是要回味着某一种滋味, 想象着某一种情景, 所以那个浴火越来越起来。 这个在说明着, 我们身体内在的这个触感, 它尤其是那种不特别痛, 不特别舒服, 像浴火这种, 它只是我们讲说它是相对弱的不舒服感吧, 这种相对弱的不舒服感, 或相对弱的舒服感, 它有好大一个程度是取决于你对它怎么诠释, 它怎么发展是取决于你对它怎么诠释, 举个比喻坐云消费车, 同样是坐云消费车, 有的人他是好开心啊, 一边欢呼着, 一边耶比, 欢呼高声的, 这边庆贺着, 一边坐着, 他愿意花门票的钱去坐云消费车, 另外一些人, 他们是避之为恐不及, 如果真的被逼, 坐上了云消费车, 那个过程是痛苦的, 那个过程是恐怖的, 眼睛闭着, 拳头紧握着, 那个等不及, 希望云消费车赶快的到站, 同样的这个经验, 但是你对它的应对的方式不同, 你对它的诠释的不同, 它就会开展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境界, 隐喻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 我这边用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跟你讲, 我们可以怎么诠释这个浴火在烧身的那个感觉, 所以使得它不会再往隐喻的那个方向下去, 当浴火产生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欢呼着, 我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 我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类, 我这边讲男人有一点性别歧视了, 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有淫欲的嘛, 就是女人遇到淫欲的话, 你可以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人, 然后这个生机勃勃, 你要怎么诠释它, 你看你看, 传统上来讲, 我并不是说男人女人一定是这样分类的, 就姑且我们这样子分类, 男人呢, 他的一些特别尊贵, 特别优胜的特质, 包括勇敢, 无畏, 能够这个乐意去面对恐怖的情境, 乐意去承担起照顾别人的责任等等等等的, 这些力量好一个部分都来自于你的欲, 越有男子气概的人, 他往往流露出来的人格特质, 这些优点特别的明显, 也就是说欲本身他全然是被升华的, 那些平常他能够仰仗着这个身体, 这种生机勃勃, 使得他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 使得他变得更加的有魄力, 使得他做事情的时候更加有承担力, 使得他更加的有兴趣, 愿意跟其他的人类连接, 去关心其他的人类, 这都是跟欲有关联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男人的欲他是饱足的时候, 他对于他感兴趣的对象, 他是百般讨好的, 当他卸完欲了之后, 他对于同样的那个对象是比较变得不理不睬的了, 差异就是在那个欲, 所以如果你在感受着你身体的这种生机勃勃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想成说, 哎呀我需要去谢欲, 我是一个淫欲的人, 因而产生出欲瘫的动机, 或者是产生出罪恶感, 要压制他责备自己的动机, 这些都是不好的,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你直接去感受到这个产生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好的那一个部分, 他对你有用的那一个部分, 他在这个时候, 使得你变得更加的有精力, 他在这个时候使得你做事情变得更加的有动机, 你特别去感受他的这个区块, 在心里面庆祝着, 你如果你是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你可以在山头大喊着, 我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 类似像这样子的讲法, 不要把这样这个力量压制, 不要跟他对着干, 不要用一种我跟他打斗的心情, 而是顺势而已, 这个叫做升华, 当你习惯于这种欲, 它是饱满于你的身体, 我这边欲指的是那种生机勃勃, 不是讲欲望这个弥漫你的全身的意思, 这种生机蓬勃, 它让你的身体内在有这种隐满, 有那种饱和的感觉, 你是怎么对应它, 你是怎么诠释它, 你也可以把诠释成为, 我这个时候是可以做好多的有用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诠释成为说, 我要去寻觅隐喻的对象, 练习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升华, 练习不要去用打斗的方法, 压制的方法来转化你的隐喻的力量, 所以让这个饱满的感觉, 是使得你的神经系统, 整体变得更加的旺盛, OK, 下一个朋友的问题, 有没有住书或电子伴想寻求一份, 没有, 第二, 金刚经真和佛陀没关系吗? 在布派的很多的传说里面, 像法时期是佛灭后五百年开始, 五百年就是金刚经班若系统的经典出现, 慢慢的在地位上面取代原始佛法的那个时间, 我在这边没有要做任何的学术上面的考证的证明, 说这个五百年是不是真的跟金刚经有关系, 但是佛教界的这种传说是耐人寻味的, 当然那最终而言, 你怎么诠释这个金刚经, 你怎么用它,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课都已经讲到, 就连很多外道, 它的类似无色界的意境, 你如果懂得善用它, 它都可以达到礼遇的效果的, 但是你若你的问题是说, 金刚经真的不是佛陀说的吗? 如果纯粹以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 它真的是跟佛陀没有关系的, 第三个问题, 耶稣被考证成学佛新约, 我看了不少内容很好, 有很多相近含义, 我认为如果你认为新约里面, 有跟佛经里面有很多相近含义, 应该是透过比较繁复的诠释, 如果是很直接的对新约的诠释的话, 有可能你会发现到跟原始佛法里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关于耶稣考证学佛的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在宗教学年, 数十年前就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了, 那个是一种遗而传而, 这是一种牵强附会, 因为耶稣他的这个生命啊, 他尤其年轻的那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记载的, 人家说这是他的很空白时期, 牵强附会的人就是要跑到印度去, 最后他的教法是受佛法的启发, 这个是佛教徒一厢情愿的看法, 完全历史上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证据, 而且也极不可能的。 OK,好,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我在您的指导下学习原始佛法与禅修, 已有一段时间获得了许多良好的体验, 内心察觉增强了远离了许多坏习惯, 整个人的心态和气质也有很大的改观, 再次我先由衷地表示感谢。 一是受念柱, 我曾在某些时候有过强烈的缠纳体验, 以脖肩背后为轴心的一大片区域的细胞, 雀跃欢腾起来, 甚至眼泪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然后接下来你写了很多了, 我想我这边不全部都念出来, 这个还是应该全部念出来呢? 好,这一段我全部念出来好了。 一次是在阿江茶戏禅灵闭关期间, 用餐之前看到几个信众虔诚的跪拜何时, 自己也闭眼何首, 同时听到阿江用庄严浑厚明亮的低音朗诵几八粒经文, 对信众的食物布施表示感谢。 一次也是在那期间坐禅时, 脑海中浮现出佛法千年传承与新圣, 的影像, 想到自己能够得到佛陀教会之光的照护, 或者想象自己成了一尊发光的雕像, 不断地穿越, 云霄飞升至色界, 有时候听黄慧英念诵的词经, 或者听上座部佛教音乐, 或者自己模仿阿江的方式, 绑诵巴黎三归于一, 或者自己在心里奏起喜欢的庄严而幼神的, 神圣的曲子。 有时候看小说或电影的某些段落或情节, 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光辉。 这种体验持续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分钟, 而且仅限于头部和躯干的一部分区域。 运用响韵可能比较容易发动或者维持的久, 但只要能发动起来, 心在数个小时或只一两天内, 会感到清安舒适而脱离贪嗔, 不过依然有许多时候不容易发动起来。 我是一个相对敏感感性异动感情的人, 猜想受念珠可能是我禅修的突破口, 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和行之有效的技巧做进一步提升。 OK。 首先呢, 透过这种特殊的想, 好比说一种让自己感觉到虔诚、 庄重的这个场景, 它全然是可以跟禅纳相应的, 我们在过去我们的跟很多朋友讨论都会提起到, 什么样的情境它是可以作为禅纳的触美, 虔诚是可以的, 慈悲是可以的, 感恩是可以的, 这个悠闲是可以的, 这种笃定, 这种知足等等不一而足的, 太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好像得到这种七如残纳的触美。 好。 但是呢, 你在这个地方的叙述, 有一个重要的区块它是可以进步的, 它是有改善的空间的, 那就是你讲到说这种体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讲为什么你这种体验它不能维持久的原因。 因为你的要求太高了, 如果对你而言, 唯一能够让你欢心饱满安定的方式是一定要一大片的细胞雀跃欢腾起来, 然后眼泪要流出来, 如果这是你的条件, 你才能够感觉到幸福饱足安定的话, 哇, 那你的条件好严苛啊, 这就好像说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好, 你要让我开心的话, 首先你要让我有钱, 你要让我长得漂亮, 你要让我受到别人尊敬, 好, 它给你开出一大堆条件来, 那么你要让这个人开心, 好困难啊, 是不是? 你要符合的条件太多了。 你这边所讲的这种触媚, 它是可以作为缠纳的触媚, 它是可以透过你微调, 透过你慢慢的让你观想的那个心形, 简约, 变得更加神力, 使得它时间变成。 这是一条路, 可是我会建议, 还有另外一条更重要, 更文靠的路。 我们一般的人对于缠纳, 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理解, 其实这个部分我以前有提过, 但是值得再提。 一般的人呢, 他把缠纳理解为说, 我要符合某一种特殊的身心症状, 看到光啊, 这片的皮肤发热啊, 人的那一个区块在发电啊, 这个地方那个毛细孔打开来了, 这个那个体毛都耸立起来了, 鸡皮疙瘩起来了, 大家都是关注于这种, 我们可以说是很肤浅的身心上面的症状, 我们的缠纳你要它越稳定, 你必须要它立基于那些更浑厚, 更能够持续的条件, 想想什么是更浑厚, 更能够持续条件, 你不要管这个有没有神情状, 有的话那也只不过就是锦上添花, 那也很好, 更浑厚的部分就是你平常你建立起来的, 好比说对于佛法浑厚的信心, 对于修行的方向感越来越清楚, 对于礼遇的技巧你做得越来越有效力, 所以你的整个的生活, 它差不多都是弥漫于那个幸福感跟平安感里面, 或者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的人格性它也会提供给你更加稳定的条件, 比起这些身心症状更加稳定的条件, 像什么样的人格性, 如果你平常你是一个就是慷慨的人, 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就是一个真诚的人, 就是一个很容易对于你周遭的人关怀, 慈柔, 不另于布施给他们物资上面的, 精神上面的, 那个离开恐惧就无谓布施上面的这种布施, 你有这样的人格性, 你很容易经常想到自己也开心, 没有想到自己的时候你的心境也是美丽的, 那么你若有这样的人格性, 你要弃入缠纳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嘛, 是不是你唯一要弃入缠纳, 你若你平常你的生活里面经常都是弥漫着, 幸福, 平安, 那么你要进入缠纳就是什么, 你能够闲暇无事, 这一刻, 这个片刻你是悠闲的, 你能够更加投入于品味享受这种滋味, 那就是啦, 为什么佛陀他讲缠纳, 他讲镇定, 是八正道的总和, 八正道是有什么啊, 我们看看, 他没有包含正命耶, 他没有包含正业耶, 他没有包含正念耶, 他有包含正思维耶, 是不是, 他有包含正语耶, 所以不要把缠纳那么狭隘的理解为, 我要透过什么特殊的技巧, 制造出什么特殊的身心效应来, 虽然说, 你这边所形容的这种身心的症状, 它都是好的, 它是可以用的, 它可以作为出面, 但是别忘了更重要的基础, 是在于你平常有没有在过缠纳的生活, 或者是你平常有没有建立起跟缠纳相应的人格性,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算你没有那些惊天动地的特别的瑞相, 你那个缠纳那种平淡的缠纳, 它也是充满了足够的安详跟饱足感, 足够让你在那个里面弃心的了, OK, 好, 下一位, 下一个问题, 二十声念住, 我习惯复视呼吸好几年了, 这也有很长的一段, 我就不念了, 我想我刚刚跟你分享的, 也适用于你这边提出的问题, OK, 好, 在这为了公平起见, 虽然有, 还有好几位朋友寄来的问题, 我们没有机会这次回答,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呢, 让给那些现场的朋友, OK, 在座的各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朱老师你好, 你好, 能听见吗, 可以, 可以听得到, 朱老师你好, 我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 我做那个座床的时候呢, 我是用这个安纳班的链, 就是关呼吸吧, 然后呢, 寻床的时候呢, 是按照关动作, 这样, 这样的话是夜处时, 就是说, 他因为一行禅师, 他在这个, 说的时候这个, 他的行禅师是, 以关呼吸, 我想关呼吸, 行禅和坐禅, 都关呼吸的话, 就是比较易致, 现在呢, 我是, 就是行禅师, 于是关动作, 但是呢, 我关呼吸的时候呢, 就感觉很困难, 心比较急, 这是还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看佛经的时候是, 参照的是台湾的元亨寺, 和, 还有觉悟之路网站, 还有你的微信上面的元素经舍, 是这样参照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 OK,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第一个问题啊, 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部分, 一个呢, 是我们以前, 我们经常提到的, 请稍等一下, 我们另外一边的Zoom Room, 它断线了, 好的, OK, 好, 首先呢,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 我们以前, 我们好几个场合都有讨论过, 那个佛法, 它的安纳班纳念, 它的主题不是呼吸的, 我甚至可以讲说, 原始佛法里面的禅纳, 它的对象从来就不是一个中性的对象, 中性的对象就是一般人, 他们讲说, 弊端啊, 咒语啊, 一个禅相啊, 身体的一个部位啊, 这个身体它单纯的触感啊, 原始佛教里面的禅纳的对象, 从来就不是中性的对象, 它都是一个,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表达, 英文的话, 我用哲学上面讲, teleological, 就是说它是为了一种, 达到某一种行为的目的, 而去采用的动作,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那个, 安纳班纳念里面, 它的身念柱, 那个令身行休息, 这个是你专注的对象, 你专注的是一个动作, 是一种活动, 是帮助你气入解脱的活动, 另外一种讲法呢, 就是什么叫禅纳, 禅纳就是一个, 当你高度稳定的, 进行着, 厌离, 离遇, 灭, 或者是舍, 其中一个或多个, 的那样的那种状况, 那个叫禅纳, 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 当你高度稳定的, 去受用你流峻于涅槃, 越来越跟不死之境合彻, 的这个过程里面, 得到那些好处, 你就受用着这个好处, 这个叫做禅纳, 所以, 我的建议是, 当你阅读这个安纳班纳念著经, 你会发现到, 它的主题, 都是跟这种有目标的动作, 有目标的任务有关, 而不是呼吸的本身, 当然, 除非是, 你把呼吸, 作为那一个有任务的活动的一个辅佐品, 我举个例子来讲, 好比说, 好, 我现在我想要离开忧虑感, 我的具体的做法, 就是透过我的呼吸来按摩我的神经系统, 来达到理由, 来达到缓解焦虑, 那么这个时候的主题, 就不是专注于呼吸的本身了, 我的主题是专注于那个呼吸, 它所会产生可能的离忧虑, 安抚焦虑的效果上, 然后因之而调整,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关于你所, 那个采用的经典, 然后, 我实在不太乐意这样子, 好像说批评别人, 但是元亨寺的版本呢, 它是等于是台湾第一次尝试, 全方位的把南传尼科业翻译成汉文, 这等于是第一次, 那往往做这么浩大的工程, 它的第一次是有很多的犯错的空间的, 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是不会医治那个版本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啦, 好, 谢谢杜老师, 谢谢你, 好,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老师个问题, 就是我想, 希望老师给我一个建议, 就比如说hiking的时候, 我怎么样能跟, 就是我是, 比如说hiking的时候, 我会很happy, 就是蓝天啊, 白云啊, 鸟啊什么的, 花啊什么的, 我想我这样做的话, 我好像就是那个心太往外了吗, 就说心向外求了吧, 但是我又觉得, 我怎么样跟产纳相结合, 就是我hiking的时候, 我又enjoy又跟产纳结合, 是是是是, OK, 首先呢, 我们全然是有可能在零也想当中, 在这个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里面呢, 跟产纳相应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 佛经的一般的建议, 他都是我们要继续努力于什么呢, 继续努力于把我们的心形细致化, 把我们获得喜乐感的来源细致化, 我们基本上禅修的进步, 他要帮助你趋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他要你帮助你趋向越来越神力, 越来越不复杂, 越来越无为的喜乐, 最终可以把你带到你的自心, 他本具的保足平安等等, 无辜且这样子, 是不用透过造作的, 所以这个叫做诸行见识之喜, 这个叫做这个令心形祥和的契入的方法, 好,我们在这个hiking里就是说, 譬如在郊游啊, 在散步啊, 在野外, 在花园里面, 郊游散步的时候呢, 只要你一直都对于这种, 从看到白云, 这个花草, 听到鸟鸣声, 而有忘忧, 而有脱离开浴滩的这个效果, 这个都是很好的, 这都是可以值得你放怀的去受用, 而不用担心, 但是在同时, 你应该不断地探索着什么是更方便的, 什么是更简单的, 什么是更自然的, 什么是更全然, 那个态度并不是说你要批判眼前的这种享乐, 那个态度是我要如何能够更享乐, 我怎么样能够允许我得到更大的受用, 那么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获得更大的受用, 你一定要把你获得喜乐的来源, 是慢慢地调成离你越来越近的东西, 花草树木, 虽然它相对于浴滩, 已经是离你更近的啦, 更单纯啦, 更神力啦, 对于浴滩要花好多力气的, 你要担心发型漂不漂亮, 你要担心隔壁座的帅哥有没有比你帅, 然后那个别人会不会抢了你的风头, 各式各样的问题, 没完没了的解决问题, 你如果你处理只是花草树木, 这个是相对简单很多, 这个过程形容为说, 它是更趋向于无为的啦, 它是更贴近你自己的啦, 可是还可以再继续更贴近, 就是譬如说你要怎么留意, 你可以留意到, 我看着漂亮的花, 舒服是舒服, 高兴是高兴, 可是看这个看, 这个钉是不是还有疲劳, 如果我的快乐平安保足忘忧等等, 它是不需要建立在要钉着什么, 可以去除掉这样的用力, 那不是更好吗, 然后你开始你不再钉了, 这个不再钉的意思并不是要你说故意把眼睛闭起来, 不一定是说, 你不用费神, 你不用耗神, 去跟那个花草连接, 而是你现在是把你的注意力灌注到, 更内在的东西去了, 像什么呢, 像是你光是想到不死之境, 真正的我是不会死的, 你光是想到这一点, 你就啊, 他有安心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动作比起你盯着花草的动作, 他又更贴近你了, 更省力了, 更趋向无为了, 更调伏心形了, 是不是, 然后你还可以再继续调的, 你在回忆起这个不死之境, 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 我能不能无寻无事, 我会不要想, 我直接用直觉, 我去直觉感觉到, 我越来越随顺于无为, 我必须要求什么, 不需要是变成什么, 不需要是谁, 我是随顺者, 那个不需要照做的, 这个时候又更加的贴近无为了, 更加的省力了, 禅修者呢, 他就是这样, 他透过观察着他的动作, 然后让诸行见词之息, 这个让诸行见词之息, 在这他不是要你故意压制, 他不是要故意你把什么东西消灭掉, 一般他不是这个样子, 一般他是你如何的刘俊, 你如何的倒归到一个更神力, 更简单, 更贴近核心的这样的境地, 这样听得清楚吗? 但是老师, 都是我们有时候还是想出去, 像您这样说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不出去了吗? 我就可以在家里, 当然了, 就可以在家里, 我就很舒服, 我就不用出去, 寒修的人他一般而言, 他整体的趋向是越来越趋向无为的, 他是越来越没有多余多, 但是这里面没有绝对的五段的教条式的标准, 所以我的趋向无为跟你的趋向无为, 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 你还会想要去公园逛逛啊, 你还会要去国家公园去玩啊, 那你不行, 你这样还没有修行, 你这样是修行没有道,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你自己在你心里面揣摩, 然后你只要你有着那个方向感, 你慢慢, 你会自然而然就是往无为那个方向趋近的, 明白老师, 反正我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课啊, 我自从六月份去年参加, 我已经这么好几个月都没要求去海边玩了, 就是就已经, 不一定是以这个作为你的那个打分数的方法, 而是用怎么样的方式评估自己呢, 看看你的心, 他烦不烦忙, 费不费尽, 省不省力, 着不着急, 类似像这样的打分的方式, 这样评估的方式, 会比起自己还会不会去海边, 来得更加的没有压制的感觉, 嗯, 但是老师那您说这个, 比如去海边啊, 去 hiking啊, 这个就是可以一种, 它是一种那个调剂剂, 我觉得是, 就是说有时候, 呃, 你换一个环境, 然后你那个喜乐, 呃, 产生出来的就是, 呃, 就就不一样, 然后, 有的时候遭遇到不同的环境, 接触不同的刺激, 对它是有好处的, 所以, 我再次我表达的意思, 当我说诸行见词之行, 这意思不是要你越来越压制你自己, 变得越来越少的动作, 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而是说, 你对于动作的参与的方式, 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你整体是趋向无为, 你整体是趋向审理, 但是并不表示说, 你刻意的, 静止了什么样的动作, 当然不善巧动作, 你会自然而然就静止, 自然而然就丢掉了, 可是, 无害的动作, 那不一定的, 我们这个五蕴它的存在, 它有它的倾向, 它有它的习惯性, 所以这个五蕴, 这个肉体, 它在我们这种南加州, 这个冬季的太阳下, 它就是感觉特别的舒服, 就是你觉得, 哦, 我要出去晒太阳, 但是你说, 我要出去晒太阳, 你跟那个你以前, 我要出去晒太阳, 那种你, 你迁入到动作, 你参与的方式, 不一样了, 那个氛围里面, 总是多了一分远离, 总是多了一分安详, 总是多了一分离遇, 在里面, 你跟它关系不一样, 并不表示阿罗汉, 他从此没有动作了, 阿罗汉只是他跟动作的关系, 从此改变了, 嗯, 明白了老师, 谢谢, 好, 好, 那我问问题了, 就是我最近都在跟老师的方法, 在禅学的时候, 我在用深念住的方法, 我在呼吸当中观察身形, 让身形放松, 然后都效果都比较好, 然后呢, 我有些问题是说, 我因为比较鼻子过敏, 所以说我鼻子很多时候并不特别通畅, 经常比如说只通一遍, 但平时当, 平时在工作当生活当中, 都没有特别拨打我, 我专注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的鼻子, 就是不通, 所以说, 我有我自己的呼吸方式, 它并没有就是给我产生压力, 但是我在禅修当中, 我开始注意呼吸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的呼吸不通畅, 然后开始我感觉呼吸不通畅以后, 我会自然而然, 我就会说的就控制着呼吸, 我就发现, 我需要用身形去控制, 我要用这种意念去控制呼吸, 然后我会控制吸, 控制呼, 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放下, 我觉得我扛着这件事情, 但是我又没办法把注意力, 从上面转移开来, 我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质, 我不是医学的专家,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哦, 鼻子过敏的问题呢, 在我自己, 或者是在我周遭的一些人里面, 还有在我所阅读的文献里面哦, 很多人他们透过那个洗鼻子, 那个印度的那个, 那个啊, 那个那种用那个水壶啊, 洗鼻子, 从一个鼻孔灌入生理食盐水, 然后让它从另外一个鼻孔流出来, 这个现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教你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方法, 很多人都有效果, 都起码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这是分享那个具体的治疗的部分, 确实有在用这个, 什么, 我没有听见, 我说我其实确实有在用这个, OK, 好, 然后, 这个呼吸, 要控制呼吸的问题哦, 在佛法禅修上面呢, 你可以透过控制呼吸, 达到某一种身心的效果, 你也可以透过自然呼吸, 而达到某一种身心效果, 所以这个是透过你的实验, 透过你的揣摩, 有的时候你可以, 好像在雕琢一个艺术品, 你很尽心的去微调你的呼吸的方法, 让它产生出类似像提神, 安神, 这个抚平的焦虑感, 类似像这样子的作用, 帮助你离遇, 帮助你眼前有饱足感, 这都是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达成的目标, 那要达到这些目标, 你也可以是刻意的控制你的呼吸, 像我要想象我这个呼吸, 它像是一个刷子, 一个梳子, 它在爬梳着我的神经系统, 特别制造出一种按摩的效果, 你也可以就是放任呼吸, 自然的呼吸, 在呼吸它所设立起来的这个韵律里面, 进行着那个念住, 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尝试看一看, 是不是当你不要留意呼吸, 而是融入于我们之前所讲的, 那个十六圣行里面的某一种任务, 你念的时候, 会使得你比较不容易遇到你现在的困扰, 你可以去实验看一看, 就完全不要把呼吸当作是一个你需要留意的东西, 而是只是留意着十六圣行里面的某一个任务, 对, 十六圣行任务里面, 比如说, 另心文件, 是不是, 它里面有一个任务是另心欢喜, 就是它有一个任务是体验无常, 然后还有一个任务是体验灭, 这个随顺于舍, 类似像这些任务, 然后你如果不注意呼吸的话, 你如果觉得光是不注意呼吸, 还是有这个困扰的话, 你甚至可以更大程度去engage你的attention, 去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去放置在另外一个辅助的物件上, 像什么样的辅助的物件, 假设说我现在在练习另身行休息, 然后我除了专心于执行这个任务, 另身行休息, 这是我的禅修的主要对象之外, 我另外我也刻意的建立起一个场景来, 我这场景它可以感觉是特别辽阔的, 那辽阔感觉像什么, 像是一个人都没有的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森林, 的那个给我的那个感觉, 我把这样的气氛带进来, 这种所谓这种情境很像是一个, 他很像是那个音乐家呢, 他要做曲的时候, 他往往他会先制造出一个情境来, 然后他置身于情境的时候, 等待着灵感的发生, 有点类似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看一看说是不是多了这个动作的话, 会使得这样的困扰减少, 或者是连这个多出来这个动作都不用有, 你就专心于16肾行的任务, 不要去管呼吸, 透过这样的实验, 看一看哪一种方式能够降低你的困扰, 我想我听下来我的理解是说, 我可以尝试着并不是说通过呼吸去观察身行, 或是单纯的去观察身行, 让身行放松, 我可以先尝试一下, 以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他住在大都市, 然后他骑着机车, 然后经常骑机车, 这个路上测水马龙的, 前面的公车排放出很多的废气来, 然后他就要一边骑机车, 他说他一边在修护习惯, 他修了好一会儿, 他就讲说, 哎呀老师啊, 我都没有喜乐感啊, 我说你哪种场景, 怎么练得出喜乐感来吗, 是不是, 然后等着红绿灯的时候, 然后前面一个大卡车排放着这个废气, 然后你在那边, 啊呼吸时体验洗, 这个就是很不顺应着那个场景, 如果你遇到了那样的那个场合, 你根本不要让呼吸是成为你的, 那个滋养你的主要的来源, 谢谢老师, OK, 好, 老师您好, 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刚才您提到鼻炎, 我想到别人有一个方法, 就是往鼻子里面滴那个香油, 芝麻油, 我就想分享一下, 就那芝麻油里面, 然后那个问题呢, 就是老师您讲那个, 就是费心, 我就想到我经常会跟别人费心, 就是我不是世间法, 就是佛法, 因为我觉得法很好, 然后想给别人讲啊, 或者告诉眼前, 或者正论, 然后发现之后对方反感, 然后自己很浪费精力和时间, 然后就现在想到我要保持我这个元气了, 不能耗费这个心力, 浪费我的时间和, 然后意义都没有意义, 只是自己专家烦恼, 是的, 这个像啊, 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一种探索工作, 就是好, 知道贪是一个关键问题, 可是贪听起来太抽象了, 到底什么叫贪, 我要探索他, 然后透过探索你可以发现到有一些更直觉上可以感觉到贪的方法, 费心就是其中一种, 费心就是其中一种, 嗯, 是, 我现在觉得我对那个五欲没有, 也不感兴趣, 但是我发现我特别想帮助别人那个学法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最后是自己很累, 然后我不如管好我自己家里的事, 就是比如说我做我自己, 就像我回到我自己的家, 那个就四县处的家嘛, 回到我的家里做我的佛饰, 在我的那个安全地盘里面, 我就观察每天我做我的事情的话, 会很开心很高兴, 然后这些苦从哪里来的, 都是我爱管闲事, 爱操心, 特别爱操心, 我们这种不费心, 意识也并不一定就是决绝的说, 你一定说法一定不说法, 我想你这个道理也明白了, 我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互相的提醒一下, 他我们受到, 我们姑且这样讲, 我们受到不死之境感召的人, 你有可能你会适度的说法, 那什么叫适度, 你讲到什么是中道什么适度, 这是最难讲的是不是, 其中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什么叫适度的说法就是, 你乐意做到什么地步, 怎么样的做法是让你觉得不那么费劲的, 你是觉得我这样子做还蛮自然的, 那为什么你这样子做到这个程度, 你会感觉蛮自然的, 因为有可能你做到这个程度, 是你体力可以符合, 你做到这个程度是你的能力所及的, 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打中文比起打英文特别的慢, 你要我用中文打字给大家阅读, 那是很好神的, 你可以透过这样这个方式, 然后而且在说法的时候, 你的心情, 什么样的心情, 它是比较不耗力的, 如果你的心情说我要改变你的想法, 我要把你度化成佛教徒, 我要convert你, 我要让你改性我的教徒, 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情, 那是很费力的, 如果你的心情相对于此, 你是说我想要跟法友们交流, 让我的声音能够帮助你, 艳离离玉灭, 让你的声音能够帮助我, 艳离离玉灭, 然后我们一起在艳离离玉灭当中, 感觉风足欢喜交流的快乐, 那这样交流变得相对而言之很轻松, 它还在耗力气, 相对而言之很轻松, 那你有可能你起码有足够的慈悲, 能够承载得了这一个程度的活动, 是,我是在练习调整自己的烦恼中, 在给别人讲话, 这样就是比较好, 是的, 但是我发现人很固执, 他们很错误的这种资鉴, 然后还在固执下去, 那我就觉得很浪费了, 就不讲了, 对, 很多时候不需要, 不需要英文讲说, you don't have to have the final word, 意思是说, 你不需要说是最后开口讲话的那一个,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样, 然后你回了我一句, 我就不回了, 感觉一般事实的人就说, 我输了, 你讲的最后那句话我回不了你, 所以我沉默了, 我被你打败了, 我现在是这样观念的, 你可以有the final word, 你可以是最后开口的人, 我不需要辩驳你, 不需要证明我对你错, 我只是在随缘兴奋的, 刚刚好这里有一个蜡烛, 蜡烛的光照到你了,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刻意的要再去点火, 要去起一个熊熊大火, 要去温暖什么的, 刚好这里已经有蜡烛了, 我要保住自己的元气, 保护自己的家就好了, 然后你老师, 您讲那个欲望的转化, 就刚才讲那些道理或者思维, 然后我想我要放在我的称心上, 就是称心起的时候, 不耐烦起的时候, 我也用这种转化, 有没有里面调整的空间呢? 是, 这是很好的, 然后比如说, 我们过去的交流里面, 我都可以感觉得到, 尤其在良善的自我感, 良善的自信心上面, 这方面是很好的, 你这方面, 这是你的力量的之一, 这是你的强项之一, 这是很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我们讲课, 我们讲到说, 我慢啊, 因为你把它发挥的灵力几近是, 就是什么? 我是不死之心, 我是不是, 你就勇敢的承担这个, 你不要怕说啊, 这是我慢, 然后为什么里面还有我, 佛教不是这样无我吗? 不要管那个东西, 你看你能多大程度的认同这个, 这样的一个境遇, 而不是认同无运, 不是认同诸行, 不是认同那种昭迷景, 绷追逐的那个状况, 而是认同不是这样, 我是这个, 然后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往比较低端一点的角度讲, 我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我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学生, 我是一个杰出的学佛的人, 我是一个已经能够很聪慧, 很灵巧, 很有技能的把佛法融入到的太极拳里面的这样的人, 这些观念都会帮助你更加的生气蓬勃, 更加的有巩固你的动机, 这些都是可以开发的, 那就是我称心的时候或平时的时候, 尤其是称心火在胸前就好像有一种堵塞, 然后就观想着这个火的力量, 就像您讲那种思维, 然后给它扩散, 对, 你那个火它可以是烧身, 让你很不舒服, 那火也是可以拿来温暖你的, 对, 同样的我们那个内在的生气勃勃的感觉, 它可以是让你浴火焚身, 它也可以是让你内在能量, 你的那个神经系统因此而焕然心, 就是说不管是称心还是预心, 还是哪一种能量, 它体内都有一种波动, 这种动荡它就是可以转化升华的, 只要是动荡的现象, 对, 能的时候就跟它打太极拳, 四两波千斤, 让这个能量你不是消灭它, 而是借力实力, 不能的时候这个方法不能, 你才退而求其次, 那个借力打力的方法, 借力实力, 那种四两波千斤,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顺水推之后, 你才退而求其次, 好, 那我真的我要跟它打斗, 我要跟它抗争, 怎么样的高明的斗它, 真的要斗, 我就要大量大量的增强我战胜的几率, 那我要怎么做? 就是您讲的这个是激发激活, 然后有的时候我称心的时候, 我会就是说直接回到我, 独立能值的心, 然后就是不跟它那个火去添油加醋, 这样也能够平息撑火, 那哪一个比较好呢? 对, 像那个, 我自己以前然后在做这种睡梦于前, 有一个可以说是我自己感觉很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就是我在梦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了我很害怕, 小的时候就被怪兽嘴, 我很害怕, 然后我在梦里面我知道说我在做梦,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我在害怕, 然后我怎么样? 哇, 这个害怕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让我耳朵眼睛变得更加的明利, 我人是更加清醒的, 然后我把注意力只是放到那个耳朵眼睛, 它变得更加的明利上面, 而不是放在那个恐怖的怪兽这个内容, 瞬间那个怪兽就不见了, 瞬间那个梦里面的气氛是从恐惧变成是探索, 变成是觉知, 变成是很好的一个梦, 它基本是一瞬间就改变了, 哦, 原来那么简单, 原来我们我们面对我们很多的内在的那种能量, 能的话你就是四两波前行, 那就是说激活方法或那个能知评舍, 这个都可以用, 看自己哪个效用都好? 都可以用, 都可以, 我们那个十六慎行, 它锻炼心的方法, 它也有要提息的部分, 是不是? 它也要鼓舞你的心, 提息你的心, 激活你的心, 它也有这个部分的, 但是它当然它激活的目标最后是, 所以你能够通达到更深远, 更稳固的平安, 它还是为了服务一个更高的目标, 它不是为了激活而激活的, 是, 那个佛经里面常常提到那个原体法则, 就是说在处, 原体念那个处很关键, 就是处灭者苦灭, 那我们现在这个禅修, 我觉得就好像是在带入处灭当中, 就是你看那个处灭, 如果在身体当中处灭是很容易知道什么, 都是, 你可以把这些技巧理解为, 它是无明灭, 它可以是行灭, 它也是湿灭, 它是十二元气炼, 你任何一个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 这个炼灭, 那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心呢, 我心与五蕴这个连接的动作, 我心不与五蕴和六成去连接, 那这个就是当下的处灭, 这个就是, 是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解释那个灭的意思, 你不一定要把它理解为说什么现象消失, 虽然那是它其中的意思, 但它主要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在参与, 你是不是以饥渴的姿态参与它, 你不再以饥渴的方式参与它, 你的礼遇那个叫做灭, 对, 那个参与就是处极呀, 然后不参与就是处灭呀, 对, 因为我知道这个理哲以后我就有信心嘛, 因为佛说这个是法则是不变的, 它一定有就像数学故事似的, 它必然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知道它是必然的, 我就让它不连接, 然后我就让它灭, 那不就是这个苦就断裂了吗, 断结变死了,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他的修行的技巧会变得, 他会觉得越来越省力, 越来越四两波千金, 他不需要做什么复杂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转念, 一个小小的一个点波, 就现在那个道理和这个蝉修技巧这种穿连起来, 就觉得越来越熟悉了, 熟练了, 但是你看, 我们那个心对意识这个连接, 它也是一种初级, 比如一个实际例子, 我听到一个照音, 那我听到照音的时候, 心如果烦躁的话, 是我的心对意识这个动作连接了, 那我发现我不烦躁的时候, 我那个心对意识没有连接, 但是我还是能听到那个声音里面说的内容, 那是不是我的心跟耳时还在连接, 就这个心跟耳时怎么就是这个不连接呢? 所以你可以这个时候问你自己问题, 阿罗汉还会听得到声音, 为什么阿罗汉听到声音他不制造苦? 你看看, 像参产一样在内在探索这个问题, 阿罗汉一样在听到声音, 为什么听到声音他是困扰? 为什么阿罗汉一样听到声音他不是困扰? 他的差异在哪? 差异在我跟这个声音的关系, 我是怎么费力? 去探索这个关系, 甚至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外人跟你说白, 你就是自己探索,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现在是怎么连接上这个动作的, 你是怎么用力的? 我今天看探索到, 我就是看我跟我意识的这种反照性连接已经断了, 但是我能听到他的内容, 但这个我没有反照, 这个算不算是正常呢? 还是说我连听到都没有? 当然是正常的, 这当然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 试灭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指说你没有意识,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说的内容啊, 他那个内容我也知道说, 那好像是我还是在意识在动吗? 就是说我应该不知道他的内容只是声音而已, 还没有, 知道内容他本身不是错, 如果你对那个内容迷恋, 你因为那个内容而动摇, 因为那个内容而失去了你的这样的这种远离的关系, 这种超越的关系, 那个才是问题的, 听到内容, 看到内容本身不一定是问题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怎么还能听到他说的是什么话呢? 然后觉得因为这个我没有断除, 觉得就是有一点好像不干净, 阿罗汉还是听得懂人话的, 但是说我对他那个反照性,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不会参与进去, 开始的时候我会反照, 然后现在那个我心对意识那个我不参与, 但对耳食那个内容我还是有参与的, 这个算正常就可以了, 你应该继续探索什么叫参与, 继续这样问, 什么样参与会造苦, 什么样参与他不会造苦, 我这边苦是特别是指心苦, 内心的苦, 不是指说身体的苦, 什么样参与会造成心的苦? 就是那个苦的那个参与烦照, 我觉得我是看到了, 然后另外一个听到了, 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像这不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意识的, 又是另一个苦了, 就是应该把这个再去掉, 他听到只是听到, 如果听得到内容的话, 那只是一个响韵的功能, 那只是一个理解的这种功能, 佛陀他完全是有理解内容的功能, 可是他理解内容的时候, 他不会同时制造出内心的痛苦来, 所以表示说理解内容并不是痛苦的原因, 我以为是就让他听内容都听不到, 那样就比较干净, 那不是要那样, 有的时候禅修, 你为了要让你的禅修的内容越单纯化, 所以你刻意的抽离开这个复杂的诠释, 你不去理会某一件事情的内容, 你纯粹只是感觉他的动作, 那是我们刻意的把自己放置入, 这样的一个禅修境界里的, 并不是说解脱的人, 他就没有能力能够听得懂内容, 看得懂内容。 老师, 你为什么我就是看很多的佛经语言, 或者是各种禅修的技巧, 用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语言在脑海里面, 这个灵活性就变得很, 不如刚开始那么, 就是有新鲜, 或者是很活跃, 很好用, 然后还得换, 你可以透过你的直觉, 发明出新的语言来, 你可以, 你在内在使用的这些标签, 这些诠释, 你可以经常检验它的效应, 这个标签, 当你讲说这是什么什么, 你发现它的效应, 不是你要, 你可以改变, 好比说我身体内在, 现在感觉的这个触感, 我给它贴的标签是淫欲, 然后我不喜欢它制造出来的效果, 我给它贴另外一个标签, 我说这个叫生机伯伯, 产生出另外一种效果来, 就是很多禅修口诀, 开始的时候, 后来的时候就不一样, 是不是我们人对语言, 它这个也是生灭的感受, 就多么好的, 高明的禅修技巧口诀, 用一段时间, 然后它又换语言, 换经文, 是不是有这个, 也不一定啊, 有的时候, 那个同样的酒, 它越老越相纯,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词汇, 你越揣摩它, 你越发觉到它的那个意味是有缘的, 都是有可能,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没有关系的, 那知道, 就是我一段时间再回来再用, 它就又很浓味了, 它是这样的, 就是反反复活的, 好, 没有关系, 好, 谢谢老师, 我会, 杜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嗯, 请教您, 就是说在梦中的时候呢, 嗯, 它, 不像白天一样这么, 我知道这个, 我实验了, 或者我, 呃, 就是贪嗔痴起来了, 或者心怎么样了, 我觉得在梦中特别, 嗯, 难, 因为, 嗯, 它那个, 嗯, 嗯, 就是说我, 这个事情, 我看着不好, 或者我看着感兴趣, 全身一码就进去了, 我感觉这个, 我很快活, 嗯, 然后是, 它经历的那些, 人和事呢, 嗯, 就是特别的, 嗯, 复杂, 像白天一样的, 呃, 就是, 就没经过的那么复杂, 那么惊险, 那么的, 没有觉知, 那个时候, 嗯, 这是我, 很, 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朱老师, 请您, 嗯, 嗯, 帮忙接到, 我们呢, 好, 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情境啊, 我们的意志, 能够使用的空间, 是不一样的, 就举例来讲, 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能够使用意志的空间, 比起很多的动物, 是更大的, 是不是, 你看, 猫咪, 你基本上, 你很难让它改变它的习惯的, 是不是, 你很难能够帮助, 这个一个, 一直蚯蚓, 让它反制约, 改变它的习惯, 那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有能力, 好像在, 动作发生, 跟你的心, 要跟它发生关系的, 那个空间里面, 去运作一些什么, 去改变那个关系, 然后你持之以恒, 改变那个关系, 你的惯性会改变, 这个, 这个叫做, 意志的空窗期吧, 我们姑且这样讲, 意志的窗口吧, 那不只是不同的生物, 它有不同的意志的窗口, 我们个人, 在不同的场合, 它有不同的意志窗口, 为什么佛教, 它叫人家不要喝酒, 不要使用麻醉瓶, 它好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使用这些东西, 它会大量的局限, 你的意志的, 出窗口, 我们原本我们能够, 能够使用我们意志, 去改变我们跟境界关系的空间, 就不大了, 我们意志是很脆弱的, 我们在用那么一点点脆弱的, 微微小的卑微的空间, 想办法找到解脱的那个逃生口, 这个本身已经是不容易了, 你还要刻意的透过使用药物, 喝酒, 来限缩这个空间, 那梦境呢, 它是一个你的意志的橱窗, 是大量的限缩的地方的, 所以你不要强求你自己, 在做梦的时候, 要达到什么标准, 甚至你在做梦里面犯戒, 以佛教的标准来讲, 那都不算犯戒, 你在梦里面杀人, 你在梦里面喝酒, 你在梦里面说谎话, 那都不算是破了无戒的, 你可以把梦理解为在因果上面, 它是比较属于果的部分,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然后它比较是你平常你的因地上面, 你平常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用功的, 那梦境还有一个程度, 它会显露出你的心境的品质是什么, 梦里面当然还是有意志的那个除窗口的, 这就为什么可以做睡梦于解, 但是那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没有办法勉强的, 所以再次不要强求你自己在梦中要能够做到什么, 睡那个醒, 梦一如, 梦里面有正知正念, 那个都是强求自己, 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你可以利用梦的品质来给你自己提示, 啊, 我是不是该留意, 啊, 我的平常我在醒着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更多让那个正念发挥的空间, 哦, 朱老师, 您的意思就是说, 白天梦的是, 梦呢是, 是白天的一个, 呃, 就是说, 修行的检验的一个, 一个标识吧, 一个程度上, 所以, 所以一般而言, 呃, 禅修到一个地步人他不会再做噩梦的, 你如果你会做噩梦, 差不多就是因为你还有紧张的惯性, 你有忧虑的惯性, 那他以那种噩梦的方式呈现出来, 是不是, 或者是说, 嗯, 对, 他他很忙乱, 我感觉他他, 嗯, 就是没有什么呃, 规律很忙乱, 有时候呢, 梦呢, 你可以自由的飞行, 这个我都, 就是说, 嗯, 就是平时哪样忙乱的梦啊, 他, 这个是世运, 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 我不敢说我有最终的断论, 然后, 那我只能讲说, 那个不是一个修行人能够改变的, 就是世运他的本质, 他就是一个, 透过很脆弱的理智, 透过很脆弱的逻辑, 把本来是很纷乱的意向, 组织起一个可行的世界观, 然后你在这个世界观当中运行, 但实际上那个世界观, 他是很围脆的被维持着, 你一睡梦的时候, 你的脑筋那个处理逻辑, 处理, 嗯, 这种理智, 的那个部分, 他也休息了, 所以那个世运底下那些纷乱的影像, 他不再有人去处理他, 把他编织起来, 把他过滤, 把他修整为, 改编为一个, 让人勉强看得懂的电影, 他这个功能已经暂时休息了, 所以这是世运的本质,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就是会有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图像, 会没有意义的这些, 这些影像, 然后会不断的经历着, 所以修行的人, 他的目标并不是说, 我要让意识的这样的特质改变, 而是说我要跟意识的关系改变, 我不要再参与于意识, 修行目的不是要让你的意识变得, 嗯, 不会纷乱, 修行的目的是让我们对于世运黏着于他的这种关心, 住在他里面这种关心被改掉了, 嗯, 我呢, 记得您以前说过就是智者无梦呢, 我感觉修行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智者无梦呢, 还是很亏乱, 智人无梦这个话, 这个是看他怎么解说, 然后那个不好意思哦, 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或者有其他问题, 我们下一回让你, 嗯, 优先提问,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到此为止, 好, 感谢朱老师, 谢谢你, 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